我们的罗宗陈前会长 渝港国际青商会举办40周年庆活动 邀请了历届会长回娘家 欢庆40岁生日 祝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 祝我们家一群会长 以及我们的前会长 祝我们家一群会长 日本日本又该去上面开 这个努力的事情都一起 渝港国际青商会创立于民国72年 长期以来在促进国际友谊交流 发挥很大作用 同时也培育不少青年人才 为社会贡献 今天举办这个40周年庆 那过去渝网 其实在历届会长的营运跟经营之下 那也成功办了很多的 具代表性的一个活动 例如像插辆世界的角落 就是插我们这个交通的反光镜 或者是我们浸滩的活动 以及甚至我们现在接下来 首创的全国的一个无人机的课程 也都在我们的一个渝港青商的一个 培训的课程里面开设跟设计 渝港国际青年商会在民国72年 在基隆创立成为基隆市第二分会 秉持着青年商会的精神 培育了青年朋友 为我们地方社会做很多的奉献 不管在商业或者在各项的行业上面 包括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投入社区的关怀跟公益事项 前阵子我们基隆市的电影行业 也在那边开始来深耕的张敏斌 我们的2000年的会长 还有他当任会长的时候 也把我们国际的日本诗诗诗姐妹会 找来参加了中元季的表演 整场的焦点在太古表演上 近几年又跟越南的西贡 来做了姐妹式的交流 在去年也得到亚太地区 非常杰出的团队分会 所以是渝港国际青年商会 确实透过青商的活动 创造以及培育很多青年 以及给予青年机会 适时中年期活动 在常温桂冠饭店举行 开场由仁爱国小弦乐团 演奏多首曲目 姐妹会 日本四日式青商会 由绿野金智 理事长率团 一行十人特别前来祝贺 同时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强化双方之间的交流 渝港青商 还有我们四日式青商会 三日式青商会 2020年开始 因为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多 就是国际交流的方式 都采用线上的 今天真的很开心 就是可以亲自来到这里参加 这个四十周年庆医师的 这个新教理准备 除了签署合作备忘录 渝港国际青商会 尽地主之仪 安排姐妹会 到台北故宫和金融市参访 还举行了国际交流事务会议 所以从过去 其实渝港青商也在 国际青商会里面 有很多的一个家机跟创举 甚至有我们前会长雅琳 前会长创立的 差量世界角落 那还有我们敬滩 以及跟市府 包括我们今年的 完美角落2.0 那甚至我们今年也在 十月份的部分 我们会开创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四十年 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在渝港我们会有更多的创新 那也希望所有的力阶会长 还有力阶欧币主席可以继续支持渝港 庆祝活动现场 气氛热络 不仅展现渝港国际青年商会的成就和成长 也彰显了渝港青商热情和凝聚力 记者黄少铭 金融报道